这巢穴田蹄很危险 可如果我们的法身全部进去 被牵制在里面 关键时刻西四族和我们开战 那我们的战力就少了将近一半 和西四族的战争 我们甚至可能会战败 对 不能全部进去 我们还得时刻准备 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那进去多少 至尊们和晋宁都商量起来 他们算上法身 一共14个至尊级战力 要对付西四族 以上次战争经验 得保持十个至尊级战力 才能勉强不手忙脚乱 可是西四族折服这么久 说不定还有其他出乎意料的手段 就算十个至尊级战力 把握都不是很大 轰然之尊说道 进去两位试试看 这样我们也能随时应付战争 谁进去啊 我进去 吉宁第一个说道 北明 你要进 轰然恶恐 波林他们一个个都看向静宁 静宁看着远处巨大银白色漩窝内的巢穴天体 这巢穴天体内 一切未知 危险难定 要应付危险 甚至要破坏掉这一巢穴天体 必须得付出一些未知危险 在我们之中 我北明 应该算是各方面最强的 不管是哪一条道 我都懂一点 轰然他们六位 也都赞同点头 静宁很全面 各方面都颇为擅长 连因果剑道 推演剑道都练成 在应对危机上 的确是最有把握的一个 好 他们也赞同 北明是无可争议进去的 要破这巢穴天体 北明是最主要的一个主力 我也进去吧 莫古之尊笑道 我掌握万道空间本源 对空间感应最为清晰 探查危险 我最有把握 其他无畏之尊 也没争辩 也同意了 大家都清楚自己擅长的 自然明白 面对着巢穴天体 谁的帮助更大 其他之尊 各回各处 随时准备迎接战争 轰然之尊当即说道 北明和莫古都法身进去 我在这帮忙守着盯着 防止有意外发生 好 就这样 纪宁和莫古 赶到这儿的都是法身 所以也很方便 做了决定之后 稍做准备 就联手一道 朝那银白色漩涡 飞了过去 其他五位之尊 遥遥看着纪宁和莫古的身影 只有看着纪宁 他们都安全进去 至尊们才能放心的离开 希望他们能毁掉 这巢穴天体 波林至尊说道 就算毁不掉 也要阻止他继续吞噬 有北明去 我最放心 即便失败了 至少他应该能摸清 这巢穴天体内的奥妙所在 嗯 是啊 对啊 恶恐天时地时也都点头 北明修行六百万混沌计后 他们也隐隐感知 北明恐怕是他们中实力最强的一个 且是最全面的一个 空间扭曲化为一条通道 背着金色神剑的金一寄宁和脸上有着鳞片的高瘦轻抛男子莫古 正并肩飞行在空间通道内 这条扭曲的空间通道贯穿了银白色漩涡 巨大的银白色漩涡有着毁灭性的力量 西斯族尊主才能勉强的生存 不过 莫过法身所形成的空间通道依旧稳定 扛住了一切冲击 快到了 随着穿行银白色漩涡 渐渐的那巨大的巢穴天体越来越近 巨穴天体表面无数的孔洞 幽暗深不见地 一切力量被吞噬 便再也没法感应 甚至都无法再回归混沌宇宙 纪宁莫古这两位直接降临 巨穴天体表面一层层半透明的狂猛绞杀力量 还未曾靠近纪宁他们两位 就被逼迫开了 仿佛有着一层无形的保护层 保护着纪宁他们俩 跟着纪宁和莫古同时落到巢穴天体的冰冷表面 这一眼看去 这媲美一座疆域大小的巨大兵器天体 寻常诸在帝君来看一眼是看不到边的 纪宁他们目光穿透时空 才能将一切进阶看得清清楚楚 纪宁和莫古没急着朝巢穴天体那部钻 而是沿着他的表面高速飞行查看起来 以纪宁和莫古的飞行速度瞬间便是上翼里过去 一边仔细观察 一边高速的飞行 足足持续了半个时辰 这巢穴天体表面是幽暗黑色和银白色博杂 它主要是幽暗的黑色 只是表面有些区域凝结成一些银白色力量 而那些孔洞大的有一万里直径 小的则仅仅百里直径 纪宁莫古停下也落下 纪宁开口道 这表面根本看不出什么 看来还得钻进去瞧瞧 我以顿数感应 内部并非凝视的整体 顿数也没用 莫古说道 没办法 只能冒险进去了 他们俩都知道内部是很危险的 那些幽暗深渊一个个吞噬一切力量 不管是神念探查 心知世界投影探查 都会被吞噬掉 纪宁他们这对无数的幽暗深渊 是一无所知 本来想从表面查探出些什么 可现在却是一无所得 选了一较为普通的幽暗深渊 有着上亿里的直径 这类深渊 巢穴天体是有无数个的 纪宁莫古站在这深渊边缘 朝里面看去 狂猛吞心力量 时刻在呼啸着 吞噬着一切 纪宁他们俩彼此相视眼 便同时朝里面飞去 迅速深入幽暗中去 沿着这幽暗深渊 锦衣纪宁已经手持两柄北越剑 莫古之尊也是手持两柄长刀 他们俩都在高速往下飞行 难怪没法顿路进来 纪宁看着深渊两侧 两侧有着悬浮着的一个个圆球形的时空 每一个时空大的也就上亿里范围 小的仅仅数万里范围 这些一个个时空就仿佛一个个气球悬浮着 彼此牵引形成浩瀚的力量 这么多时空 我破掉一个试试 莫古之尊说道 小心点 他们来这儿 就是要毁掉这巢穴天体 金宁当然不会阻拦 破 莫古之尊一声大喝 一股浩瀚的力量从他口中涌出 形成肉眼可见的层层叠叠的空间冲击 直接冲击在远处一时空上 那座约摸千万里范围的时空震颤下 就破碎开来 这破碎的时空内部 却什么都没有 在不远处 虚空中却又自然而孕育而出 一个新的时空 依旧是近千万里范围大的 毁掉一个 它就再生一个 莫古之尊说道 单单我们一眼能看到的 就有百万个时空 整个巢穴天体内 数量是不计其数 我能感觉到 这无数的时空彼此牵引 形成无比浩瀚的力量 偶尔才能分空吞噬外界一切 我们出全力 看能不能摧毁 好 他们俩都是在摸索 以他们的眼界 一眼就看出 这无数的时空 是能够吞噬汲取外界无尽力量的重要工具 灭 金鸡宁显现出三头六臂 手持六柄北红剑 而后毫不保留的 肆意开始狂攻 施展着时空剑道 一道道剑光飘飘渺渺 可所触碰的时空各个破碎 金鸡的剑道本源领域 也是笼罩着周围广阔的范围 新知世界投影也加持压迫 可这时空坚韧 还得金鸡施展时空剑道 才能轻易破之 莫古至尊也显现出六条手臂 手持六柄长刀 施展着万道空间本源 疯狂地摧毁着周围时空 他们两位联手 疯狂碾压而过 一路摧毁 每个呼吸都有上万的时空破灭 可是 就好像广袤的海洋 海洋浪潮翻滚 就会出现无数的气泡 金鸡他们虽然一个呼吸能摧毁上万个时空 可巢穴天体内幽暗的无尽虚空略为一个荡漾 就是上万时空诞生 摧毁多少 它就诞生多少 停 金鸡说道 为什么停啊 木鸡之尊疑惑地看着金鸣 就算他不断产生新的时空 应该也有所消耗 我们持续下去 或许就有奇效 没用的 时空破灭 所有力量依旧被巢穴天体所吸收 而后诞生性的时空 这一破灭一诞生 这巢穴根本就没有损失一丝力量 什么 破灭 诞生 境界无损失 这怎么办 这无数的时空 只是巢穴天体的工具罢了 它一定有最根本的源头 比如它的能量源泉 我们毁掉它的源头 它就完了 可是这巢穴天体 片面一座玉界 到哪找啊 莫谷也担心到 玉界是非常的大的 无头苍蝇般的乱找 得找到什么时候啊 怕是十个百个混沌机 都不一定能找得到 须知 这巢穴天体时刻 在吞噬外界的力量 在让混沌宇宙 逐渐变得虚弱 金宁他们是不能耗费太久 金宁说道 给我点时间 我能找到 莫谷之尊顿时露出喜色 也不打扰金宁 金宁仔细观看周围无数的时空 须知 金宁的阵法一道 融入剑道之内 它对阵法运转 是非常敏感的 实际上这无数的时空 就是一座非常玄妙的大阵 现在啊 就是要找到这座大阵的关键处而已 以金宁的实力 是布置不出这样的大阵 可要窥辞大阵运转的 其中一些规律 找到它的关键处 还是有望的 金宁观察了展察时间后 跟我来 当即 裹挟着莫谷至尊 施展着空间剑道 迅速朝前方前进 莫谷惊喜道 找到巢穴天体的能量源泉了吗 不清楚 可肯定是巢穴天体一个关键之地 一次次穿梭时空 不断的逼近 忽然 一条巨大的火红色尾巴撕裂时空 几乎瞬间就扫荡到了金宁他们面前 啊 金宁面色一变 北越剑一挥 直接强行碾压过去 砰 一声轰隆巨响 金宁感觉到一股强劲的力量 透过北越剑传递到自身 情不自禁往后亮枪着踏着虚空 后退了数步 他脸上有着吃惊色 他的剑最擅长攻杀 以他如今实力 硬碰硬 竟然还能被震得后退 你们总算来了 伴随着一声雄浑的声音 一道巍峨的身影迅速逼近 金宁莫骨看去 这是一尊仿佛高山般的身影 他立直着 类似人形 全身表面有着红色鳞颊 上肢乃是一双利爪 那粗壮的下肢 也是有反关节 还有一条条长长的尾巴 他的头颅呈三角形 一双毛子阴冷狂暴 他全身表面 还有着一层火焰在灼烧 莫骨至尊立即传音道 好强的奇异生命 北冥 这奇异生命 应该是至尊级奇异生命 至尊级 金宁暗暗吃惊 像自己使用的石火珠 就是当初至尊们斩杀一名至尊级奇异生命得到的 这种奇异生命也极少 在混沌与周围的茫茫无尽空间中 也是霸主般的存在了 我等你们等了好久好久了 等我们 等了好久 听到这话 金宁和莫骨都有些纳闷 就在这时 混混 另外两股狂暴力量穿梭时空也来到了 让金宁莫骨都面色微变 砍了过去 那同样是体型庞大的两个生物 一个人形 全身有着无法绒毛 一只眼睛眯着 散发着阴冷邪恶气息 而另一个 则是仿佛龙龟般的 最是庞大的生物 它们的气息和那高伤怪物都是相当 你们总算来了 独眼高兽生物声音很是尖细道 等你们可等得好苦啊 才来了两个 我们却有三个 怎么分啊 那宛如龙龟般的生物 也是声音轰隆道 我最先赶到 我必须得分一个 高山红色林甲怪物 盯着金宁和莫骨说道 你也就比我们快一步 还和这两个修行者领袖交手了 可这两个修行者领袖毫发无伤 凭什么要让我们让给你一个 独眼高兽生物也是奸细不满地说道 怎么 独眼 你要和我争 高山红色林甲怪物体表火焰都在翻腾 显得是很愤怒 我怕你吗 还没动手 自己内部都逗起来了 现在来了两个修行者领袖 我们先将他们杀了 修行者文明肯定还会继续派遣人进来 到时候再杀一个不就成了吗 龙龟般的生物也说道 我们先联手将这两个修行者领袖先除掉 这三名至尊级生物彼此对话 声音轰隆 丝毫不加掩饰 纪宁莫古听得彼此相识 听起来 他们似乎必须杀掉三位修行者呀 纪宁传言道 至尊级生命不是那么好驱使的 应该是西斯族和他们有一些协定 莫古至尊也传言说道 这些至尊级生命 都是混沌宇宙外的无尽空间中 真正的霸主级存在 他们也是在无数厮杀争斗中 才走到了巅峰 他们在道上是很弱 可自身却极为强大 非常不好惹 要杀掉他们三个很难 我明白 纪宁点头 他懂 奇异生命都是些身体极为强横的 比混沌元寿还强得多 至尊级奇异生命 那就更加的逆天了 因为他们道上境界都很弱 所以进入纪宁 他们这一方混沌世界遭到排斥 无法利用到的威能 反而对实力没什么影响 依旧保持着可怕的战力 蘑菇至尊传言道 之前我们共杀过两头至尊级奇异生命 就我们两个 这次有点麻烦 我来和他们聊聊 看有没有办法避免这一战 纪宁也感觉到 眼前这三个至尊级奇异生命 带来的威胁 纪宁笑着开口道 你们三位啊 何必和我们修行者斗得你死我活呢 这一场战争是我们修行者和西斯族的战争 你们三位如果离开这一混沌世界 回到无尽空间中逃得远远的 想必西斯族想要再抓你们也不太可能 哼 是我们大意了 如果能离开 西斯族休想再抓住我们 你说这些有何用 难道你能让我们回去吗 那龙龟般的生物也盯着纪宁 他们三个和修行者闻名的确没仇怨 如果能安然回去 当然是最好的了 他们虽然被西斯族抓来 被迫做一些事 可他们却没有本命誓言的束缚 准确说 他们根本就没立下本命誓言 因为他们和修行者西斯族都不同 修行者和西斯族都是从弱小一步步修行起来 对道对道心都极为的重视 可那些奇异生命却很多是混乱 邪恶和疯狂 他们没什么道心 一说就是杀戮争斗 强者生 弱者死 纯粹野蛮的法则 就像一些弱小的凡俗 同样无法施展本命誓言 立下再多誓言 也不会引起反噬魂飞魄散 这种奇异生命也是如此 根本没法立下本命誓言 所以西斯族抓住他们 或者直接将他们弄得封魔 或者能驯化 则完全驯化 像至尊级生命这种难以驯化的 要么搞得封魔掉 要么就是彼此平等的谈判 约定一些条件 纪宁说道 你们三位直接离开这座巨大巢穴 而后离开混沌宇宙 难道有谁能阻拦你们不成 离开这巢穴 这巢穴只要进来 就别想再出去 除非西斯族主动放你出去 数个不相信 你们两个可以试试看 看能不能离开 无法出去 纪宁一惊 自己和莫谷从幽暗深渊中飞进来 一路畅通无阻 近来容易 出去难啊 你们三个早就尝试了多少次了 根本出不去 纪宁估摸着对方应该没撒谎 因为也没这个必要啊 纪宁说道 这个简单 只要从内部毁掉一座巢穴 自然就能出去了 毁掉 就凭你们 你要不先让我俩试试看 看能不能毁掉 三位在一旁看着 如果毁不掉 再厮杀也不迟啊 纪宁的目的很简单 这三位至尊及其生命 只要别捣乱 自己先尝试去破解这巢穴天体 须知 其生命只懂得满力硬来 在道上 没法和自己等人相比的 面对无比精妙玄妙的巢穴天体 这等兵器 他们三个破不了 不代表纪宁和莫谷也破不了啊 不可能 没办法的 顿时 接连两头至尊及生命 否定了纪宁的体 两位修行者领袖 实话告诉你们 神无言冷漠说道 我们被抓过来 西斯族早就和我们有了约定 第一条就是 各自至少杀死一名 你们修行者的领袖 第二条就是 这巢穴开始运转后 保护它一个混沌计 同时完成这两条 我们三个就自由了 我们要保护这巢穴一个混沌计 所以不可能让你们去破坏 一旦放任你们破坏 就违背了约定 西斯族将永远不会放我们自由 一个混沌计 基宁莫谷都急了 没办法了 以巢穴天体疯狂吞噬的速度 一个混沌计 恐怕整个混沌宇宙都变得无比的虚弱 西斯族恐怕也早就得手 炼化掌握这一混沌宇宙了 我们现在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是站在西斯族这边 第二条路是站在你们这边 可那样我们再无任何退路 这巢穴的可怕 我们对你们完全没信心 所以不会将活命自由的希望放在你们身上 除非你们证明有绝对把握破解这巢穴 基宁莫谷都哑然了 足够把握 他们现在连巢穴怎么破都不知道呢 哪来的把握呀 哼 还以为你们修行这文明有什么厉害的手段 真让我们失望 杀 高手独眼生物第一个动了 它身形变得模糊 化作一阵诡异的波动 波动瞬间就到了基宁和莫谷面前 速度太快 基宁都为之炸射 自己就算施展风雷剑道 速度都要比对方弱上一大截 他交给我 莫谷至尊已经显现出六条手臂 手持六柄长刀 他身影也化作一道空间波动 掌握万道空间本源的莫谷至尊 倒也勉强能应付这高手独眼巨人 虚空中 时而出现一条空间裂缝 那是高手独眼生物的袭击 不管在速度移动上 还是在进攻杀戮上 这头至尊其其生命 都能完全压着莫谷至尊 不过 莫谷至尊毕竟境界极高 六柄长刀下防守 倒也防的是滴水不漏 估摸着也能扛住一段时间 这些至尊及其生命 都是从杀戮中崛起的霸主 都不好惹 纪宁也早就预料到这一幕了 毕竟之前杀至尊及其生命 靠的都是围杀 一对一是要颇有难度的 不过纪宁对自己很有信心 六百万混沌机的修行 他早就脱胎换骨了 老贼 这个交给我 高山红色鳞甲生物说道 哦 龙龟般生物 确实有耐心 默默地在远处看着 独眼 看我们谁最先杀死 修行者领袖 高山红色鳞甲生物发出笑声 声音轰隆 直接传递到纪宁耳边 带着可怕的冲击 欲要撕裂纪宁的脑袋 紧跟着 就他庞大的躯体 就轰一声 化作一道火红色红光 正面碾压向纪宁 掌握永恒终即见到 修行六百万混沌机 还从来没有好好地进行大战过一回呢 纪宁却感觉到自己的血液在沸腾 他已经很久没真正的疯狂一战了 之前真灵溃散根本不敢尽兴 而真灵不灭之后 还给他当对手的也没几个 解决它 是个呼吸 还是斩查的时间 纪宁县掀出三头六臂 手持六柄北约舰 纪宁身提晃 也有十万八千丈高 不过和高山般的红色鳞甲生物相比 还是稍微小了一号 死 他的利爪锋利无批 在他体内未能运转之下 比寻常宇宙之宝还可怕 撕裂向纪宁 纪宁瞬间被撕裂成粉碎 啊 是幻象 这高山红色鳞甲生物顿时一惊 他眼睛看到的 那是纪宁幻之剑道布置出的幻象 风雷斩 只见六柄剑官呼啸着穿过高山红色鳞甲生物表面燃烧的火焰 接连披在这高山鳞甲生物的近薄位置 可他身体虽然一个亮腔 薄径的鳞片只是一些白痕 在袭击在对方薄径的刹那 近年的剑道威能也同样顺着因果 将威能侵袭向对方身体各处 肆意破坏着对方的身体 好一个修行者领袖 高山红色鳞甲生物羊头发出了咆哮 不过你这幻象没用的 只见他体表燃烧的火焰陡然暴涨 从他体内爆发出的火焰笼罩周围百万里范围 威力之大 甚至都逼退了纪尼的剑道本源领域和新知世界幻境的投影 我六剑竟然没能破开他的铃甲 虽然透过因果伤其本源 可是这至尊级生命的本源太过雄厚了 纪宁立即思索起来 现在对方释放出火焰 那么自己的幻之剑道一旦进入火焰区域 就会显形 没法再出其不意 因果剑道 好时太久了 像当初至尊们曾经围攻过一头至尊级石头生命 那生命本体乃是石头 坚不可摧 至尊们围攻都奈何不得 最终只能耗死对方 花费了数万年的时间才成功 不过 眼前这高山林甲生物既您估摸着 还没有石头生命那么坚不可摧 应该还是有些破绽的 它身体太逆天 凭借身体就能有至尊级别的实力 身体本源太过雄厚 比正常的至尊 魂厚太多太多 靠因果剑道伤起本源 这条路太慢 看来只能想办法破开它的躯体 可它的林甲 我连续六件 仅仅只是留下些白痕而已啊 济宁略一思索 就有了一些决定 九行者 死吧 高山林甲生物凶悍无比 呼啸着杀向济宁 它的尾巴锁过之处 一切无可阻挡 济宁经过初次尝试后 立即改变策略 济宁神行动了 它呼啸着鬼魅无比 化作了模模糊糊的 风雷杀向的高山林甲生物 好快 高山林甲生物一惊 也就跟独眼比 能厉害一劫吧 风雷轰隆 高山林甲生物的尾巴利爪 根本都没能阻拦 杀 济宁的六柄北越剑同时怒劈过去 一时间接连怒劈 就仿佛旋转的轮盘 每一剑剑峰上都灰蒙蒙一片 若是仔细观看 这灰蒙蒙的剑光内部 乃是无数的白色光点和黑色光点结合在一起旋转着 白色光点炽热猛烈 黑色光点带着黑暗侵蚀 黑暗剑道 取黑暗侵蚀化入剑道 光之剑道 取光的炽热的猛烈 二者结合 进行当初参悟许久创出的轮回剑道 将二者之意结合 威力能够彼此相辅相成 凶猛炽热侵蚀 肆意侵蚀切割一切 仿佛轮回之刃切割一切 灰色的剑光 六柄剑光接连展出 宛如巨大的风轮 在不断的旋转着 轮回见到的侵蚀切割 剑光过处 让那高山林甲生物的火红色林甲 立即出现了伤痕 跟着就碎裂了 出现了一道巨大的伤口 金色的血液流出 肌肉上的伤口在愈合 你竟然生了我 高山林甲生物疯狂了 全身表面都有着一层红光 威势大增 开始凶猛反扑 同时还吼道 老贼还不来帮我 他引以为傲的林甲都能被迫 这让他感觉到了威胁 来了 龙龟般生物也立即飞了过来 换着剑道 高山林甲生物的火焰 仅仅波及周围百万里而已 在百万里之外 依旧是纪宁的幻境 只见密密麻麻 一个个纪宁在四面八方 同时围攻向高山林甲生物 龙龟般生物根本封不清 到底哪个是真的 轮回剑光 宛如风轮旋转 呼啸穿过百万里距离 百万里距离看似很长 可对纪宁这等实力而言还是太过短暂 仅仅让高山林甲生物 有一个反应的时间罢了 至于龙龟般生物 根本来不及去帮忙 论技巧方面 纪宁是顽虐对手 纪宁的轮回剑光 再度在高山林甲生物体表 撕裂出一个大大的伤口 高山林甲生物 高山林甲生物疯狂反扑着 可纪宁太灵活了 一旦退入幻境范围 他们都找不到纪宁的真身 老贼 老贼 高山林甲生物急了 我找不到它的真身 它一旦出手 和你距离太近 我来不及呀 上一次西斯族和我修行着文明战争 也有两头至尊纪生命 可结果呢 他们都死了 都伤不了我们修行者 纪宁的声音在虚空中响起 同时一次次出现 可怕的轮回剑光 肆意的在高山林甲生物表面 撕裂的划出巨大伤口 这林甲坚韧无比 一般至尊的攻击都难以破开 纪宁靠轮回剑道的克制 才能破开它 可这等层次的林甲既然破了 想要修复 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 你们这些至尊纪生命 不过仗着身体罢了 又是剑光风轮旋转而过 我们即便敌不过你们 也能轻易保命 一旦找到你们的破绽 那你们就必死无疑 剑光风轮 一次次在高山林甲生物体上 撕裂出巨大的伤口 西斯族让你们在这儿 你以为西斯族真的给你们活路吗 不过是让你们牵制我们罢了 高山林甲生物那长长的尾巴 却从中断裂开来 那头高山林甲生物 此刻全身满是伤口 尾巴也断了 连手臂上都有着大量的伤口 肌肉在迅速愈合 可林甲却短时间愈合不了 他越加得急了 感觉到死亡在逼近 独眼 高山林甲生物好道 那高兽独眼生物也在不远处 一边和莫骨至尊交手 一边时刻观察 他间隙的声音也在焦急喊道 我也找不到他这身 他出手又快 我根本来不及啊 你的火焰领域范围实在是太小 我的领域已经没法再大了 高山林甲生物也急了 维持着火焰领域 是靠纯粹自身的力量 而且这火焰领域 要压制住纪宁的剑道本源领域 和心智世界投影 这容易吗 要维持压制 保持足够强的威力 那么百万里范围 就是它的极限了 而百万里范围 以纪宁的出手速度 另外两头至尊级生命 的确来不及救 该死 住手 另外两头至尊级生命 都挤了 那高山林甲生物的一条手臂 都整个被切断 我认识 我认识 饶我一命吧 高山林甲生物 面对那可怕 足以切割他林甲的剑光 终于恐惧了 饶过我 我听你好令 听我号令 哼 我可不敢相信你 这些至尊级奇异生命 又没法立下本命誓言 只能靠口头约定 说不定关键时刻又会反悔 不 剑光切割而下 带得他林甲被摧毁大半后 济宁越加狂猛 剑光肆意切割 将高山林甲生物完全斩杀成粉碎 一颗红色金石 露了出来 在剑光下他未曾粉碎 里面隐隐有着高山林甲生物的虚影 他在求饶 别杀我 别杀我 共出手三千两百二十件 斩灭至尊及生命的躯体 济宁一把握住这红色金石 当即就封进这一颗金石 他已经被我活捉 是生是死 皆在我一念之间 济宁的目光扫过其他两位至尊及生命 声音响彻虚空 你们俩现在是站在我们这边 还是继续站在西斯族的那边呢 龙龟般生物 高手独眼生物 这两大至尊及生命彼此相识 都难掩彼此的震撼 和他们同层次的存在 就这么躯体被斩杀 命和被夺了 和我们杀下去 你们只有死路一条 莫古之尊也说道 站在我们这边 一旦我们破解了这巢穴天体 你们也就解脱了 哼 就这点手段 也想逼迫我们 高手独眼生物 冷笑瞥了眼眼前的 莫古之尊和纪宁说道 哼 我们和那蠢货可不同 以我的速度 你们俩根本碰不到我 至于老贼 他可比我还强 你们根本没希望对付他 莫古咒美了 这高手独眼生物说的没错 不管是他还是纪宁 速度上都要弱上一截 既然如此 那就死吧 纪宁可没时间拖延 这巢穴天体兵器 时刻在吞噬着混沌宇宙的力量 纪宁化作一道汹涌的风雷 杀向了龙龟般生物 须知 纪宁极为全面 各方面都颇为擅长 所以完全能针对敌人的弱点 施展以相对的策略 那看似速度极快的高手独眼生物 纪宁还是颇有把握的 也就这龙龟般的生物 纪宁需要亲自试试看 嗯 龙龟般生物在远处一动不动 它脖颈上的皮肤 灰白色宛如岩石 一双眸子 也冰冷地看着纪宁靠近 无形的气浪 在龙龟般生物身体周围浮散着 抵挡着剑道本源领域 和新知世界投影的压迫 杀 一道林立的仿佛一些火焰星辰 陨落前爆发的最耀眼的光芒亮起 可怕的剑光直接杀向龙龟般的生物 龙龟般生物的龙手陡然猛地探出 就好像毒蛇吐信 极为突然且快速 那血盆大口吞噬过去 大口中有着一个个空间在诞生毁灭 凤 灵力的剑光直接劈在那龙手耳朵处 这件纪宁和龙龟般生物 开始了疯狂的搏杀 吉宁完全将自身剑道威能的可怕 展露了出来 或是以力压人的狂猛 或是诡异莫测的阴险一次 或是迅猛如连绵浪涛的接连上千斩 又或者是那充满侵蚀之力的轮回斩 甚至是五行剑道的轮流施展威力 不断的叠加 一时间 吉宁完全压着龙龟般的生物打 这么强 远处的高兽独眼生物有些吃惊了 贝鸣的确是我们几个中实力最强的 莫骨之尊暗暗点头 我比他擅长的也仅仅是空间方面罢了 他擅长的太多了 龙龟般生物也被打击了 暴到的一次次反击可依旧被蹂躏 其实论实力 龙龟般生物是三名至尊及生命中最强的一个 它看似最简单的龙手探出一咬 乃是它天赋能力的爆发 这一口咬出 威力比吉宁的最强一剑还要强 且笼罩空间让敌人一般都很难躲闪 可吉宁境界 终究太高 完全能破解这招数 不过吉宁也有些烦恼的 他的身躯简直没破绽 吉宁也头疼了 他用尽一切手段压着这龙龟般的生物打 甚至剑光刺在龙龟般生物的眼皮上 都无法刺穿他那看似灰白色的眼皮 至于他的躯体表面 任凭吉宁狂攻都没有任何的伤势 莫骨 吉宁传言给莫骨道 他的身躯根本无丝毫破绽 怎么办 莫骨活得久 经验应该更多一些 莫骨传言道 我们当年遇到的石头生命 也是坚不可遂 没办法 只能是慢慢耗 靠英国手段伤起本源 慢慢耗起本源耗死他 上一次 我们几个围攻耗费了数万年 才杀死那石头生命 这龙龟模样的生物 看起来身体强横 本源肯定强大 你的英国手段不及红然 估计至少得上百万年才能耗死他 说不定还要更久 吉宁顿时无奈了 这是最蠢笨的方法 英国手段无视防御 顺着英国伤其本源 可自己终究在这方面 比红然至尊差上了一大件